003号航母已经下水半年多了 现在已经成为了过气网红 中国居民们现在都在讨论004航母 特别是004航母的动力系统 是我国居民重点讨论的对象 有人猜测004会适合动力航母 并且使用AJT110燃气轮机 AJT110是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一款重型燃气轮机 从2013号航母 2018年开始立项 到2020年12月在沈阳完成试制总装 前后共花费了两年时间 这款重型燃气轮机的功率达到了110兆瓦 采用的是单轴双支撑前输出结构 我国的燃气轮机起步较晚 苏联解体后主要靠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 在AJT110之前 我国生产的燃气轮机运用的都是乌克兰 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老技术 与俄罗斯美国新型号的燃气轮机有着很大差距 大功率的燃气轮机作为大国重器 美俄两国是不会轻易出售相关技术的 不仅如此 美国为了防止中国获得燃气轮机技术 还把中国收购乌克兰马达西齐的项目给搅黄了 因此AJT110的出现对中国来说无异于救命大草 它不仅仅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 也让国产燃气轮机的性能跟上了美俄的脚步 二战以来 航母的动力系统主要分成两个派系 一派使用的是常规燃料重油 我国的辽宁舰 山东舰 福建舰 俄罗斯的库兹列佐夫号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些航母用重油产生的热量来烧开水 高温高压的水蒸汽进入轮机 带动蒋液转动进而产生动力 另一派以核能作为燃料 同样是烧开水带动蒸汽轮机 美国的福特号航母 美国的戴高乐号航母采用的就是这种技术 两个派别同出一门 只不过是烧开水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美国福特号航母的排水量是10万吨 动力系统功率为210MW 换算成马力就是28万匹 我们只需要两台AJT110重型燃气轮机 就能达到这个动力水平 况且004号航母的排水量 大概率和003相同 大约为8万吨 体型比福特号小了一圈 如果它安装了两台AJT110重型 110燃气轮机 再配合马尾林院士的全电推荐系统 那么004号航母的最大航速 可能会上40件 这比美国的福特号快多了 因此国产AJT110重型燃气轮机 安装在004航母上绝对可以 中国航发在AJT110组装下线时 明确说明这款燃气轮机 是为海商钻点平台而准备的 光方称这才是它真正的用途 不过本着军迷一体原则 把AJT110重型燃气轮机 安装在055改进行 或者下一代076两极攻击舰上 也不是不可以 可以这么说 AJT110重型燃气轮机的出现 丰富了我国军舰的动力包装 军舰动力系统的选择余力够大